这个无助的小女孩被疯子蹂躏 只要女孩尖叫 她就能获得灵魂深处的幸福感 但整个城市的警察都不敢惩治凶手 因为她的爸爸是李刚 是这座城市的天 而这个即将退休的老警察站了出来 去她喵的只手遮天 管她喵的一样天年 为了秉持心中的正义 干就完了 几十年的搭档劝她别多管闲事 那样会害死他们 如果她不去 将会有更多的女孩惨遭毒手 去她欧的搭档情义 被粉碎在铁拳之下 来到那个吃人的农场 这里是练同洛克玩惊声尖叫的地方 举起钢管 解决掉胖兽头驼 关键时刻心脏剧痛 吃下止痛药 稍赶轻松后来到门口 推开钢门 一枪一个熊大熊二 但也被躲在身后的洛克 打中了老尖舟 本可以补一枪 但洛克这儿愣子硬是把自己逼到绝路 老布追了过来 洛克叫嚣着自己一家三代满门中烈 没联想那么多 抬枪打飞她的一只耳 接着上下捣毁 变成一个废人 万万没想到的是 被三十年的老搭档给阴了 真男人 即使连中三枪也不屈服 小南希心疼地看着老头满脸泪痕 老布准备举枪放手一搏 搭档毫不留情连开八枪 小南希被吓得惊声尖叫 看着遍体漏风的小老头 一颗种子在南希心里扎根 他抚摸老头的脸 心疼自责加感激 还有爱 趴在他的身上寻求宽慰 老布满脸宠爱地看着南希 接着两眼一黑人是不行 凡事走下程序 老布被打死又抢救了回来 醒来后床前站着老洛克 他表示会让老头好好活着 警告他不能说出真相 谁知道谁就会死 南希也来看了老布 这小女还是真的动了情 他表示 每周四都会匿名给他写信 看着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女孩 老布觉得即使值了也值了 接下来他将遭受 长达八年的延训逼供 他也不是在讨厌 他也不是在那里 他也不是在那里